男人和女人平等 涵盖两个意义 第一是作为人 你们的人格都是平等 但是作为男和女 必然有性质上的不同 比如说女人就天生 适合干一些细致的活 男生天生干一些力量性的活 你要让一个男人挑一百斤 一个女人也得挑一百斤 那才叫平等 错 那才叫不平等 一个女人适合干缝纫机上的活 能做一件衣服 非要要求男人也得这样干 那也叫不平等 所以男人和女人的平等 包括男女之间的不同差异 和作为人格的平等 其实有些男人是不用说的 如果你要是经常说 那就变成了念经 你的话是没有分类的 如果一个男人需要你 每一天去唠叨 去歇斯底底地告诉他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男人基本上 这辈子就那样了 当你已经沦落到 在他面前是一个口水女人的话 其实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价值 已经不高了 你积不起他的上进心了 所以我对你们俩最大的建议就是 分开 花一段长足的时间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以你们现在彼此对个人的认知来看 你们是没有资格恋爱的 所以先分开 把工作做好 再去谈恋爱 就这样吧 好 谢谢陀老师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之前其实说实话对我挺好的 就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 我上大学 和租债地看到大量的几岛 LDV 吃 1 1 ará 1 请关门 开诚不恭地说 我现在只要一听 两个年轻的情侣 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游戏 因为上不上进 因为我就内心 我就要崩溃 而今天让我最觉得 受不了的是 这两个人 对生活那种默契 就默到了你觉得 就空气里 都是朽默的味道 那种感觉 特别地不舒服 到最后 又是自己感动了自己 就男生还感动了自己 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可能是对女生的付出 居然他能 你为什么就看 那么真诚地去说一个 不应该由一个 成年人嘴里 说出来的一个 祈求的条件 你又让不由的 从内心又非常地 同情他们 总而言之 对于这一对 我们就想跟电视机 亲爱的观众朋友 说一下 您的生活 千万别按这个来 您要按这个来 可真是痛苦 咱们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吧 来 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